之前亦亂,後來又有疫情 很多事情沒辦法正常 這些狀況很厲害,你不會檢測自己是隱性都不知道 通關那些不可能,因為一直都無法清除 回望2020年,香港幾乎都在疫境中度過 疫情一直反反覆覆 目前第四波爆發更未有停息的跡象 縱管香港去年整年的防疫工作始終未能清零 歸根到底是有人不斷對疫情進行政治炒作 借機攻揭抹黑港府,甚至散播謠言恐嚇市民 令社會難以齊心抗疫 最先拖防疫工作後腿的是醫護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 在去年第一波疫情爆發時,為威脅港府落實全面封關 去年2月3日發動為期五天的醫護人員罷工 因應政府和醫管局未能回應我們的訴求 我們宣布1年5日,醫管局員工罷工正式開始 罷工期間,公立醫院部分緊急服務受嚴重影響 專科門診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務 醫管局員工陣線以抗疫為名,發起罷工 結果令醫療系統百常加根,致病人於風險之中 其後本港在去年7月出現第三波爆發,疫情來勢洶洶 甚至創出單日確診173宗病例的高峰紀錄 當時有消息指,港府已向中央請求醫療援助 但消息未經證實,已經有人不斷潑冷水 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聲稱,本港醫護人員常用英語 內地即說普通話,寫簡體字,質疑會製造混亂,雙方難以合作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賢更疑盲目愁中 聲稱香港能夠控制問題,排拒內地醫護來港,協助抗疫 是不是你找了國內的人士就可以快點搞定呢? 現在未去到災難級別,我們需要應用到外國或其他地方的醫護人員 我們其實是處理得到 去年下半年,本港疫情轉趨嚴峻,港府先後實施多項防疫措施 攬炒派政客政治行先,無不介意唱衰及抹黑 9月時港府獲中央支持,短時間內安排了570多名檢測支援隊成員到港協助檢測 成功推出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不過攬炒派卻不斷抹黑計劃在DNA送中,恐嚇市民不要參與檢測 因應第四波疫情,港府在去年11月中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以作追蹤社區感染,不過亦被案以抹黑成監控工具 及後,當港府成功向藥廠訂購多款新冠疫苗 其中包括科興生物研發的國產新冠疫苗 隨即有網民呼籲大家拒絕接種 攬炒派百般阻撓之下,本港疫情清零的願望難以達成 如今剛剛踏入新的一年,大家還要聽攬炒派危言爽聽? 繼續被抗疫,被政治化,強制全民檢測,黑不容緩 才能還市民正常生活,早日重啓經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